在接获各党党会的申请后,国家元首决定将组建新政府和第十任首相远选的法定宣示书成交日期,延至11月22日下午2时。 韩沙在努丁指出,国盟已向国家皇宫成交国会议员支持丹斯里慕尤丁任相的法定宣示书,以便国家元首委任慕尤丁为第十任首相。 西蒙主席纳都斯里安华指出,对今早与国阵领袖举行的会议进展感到满意。 安努亚在尼表示,霹雳苏丹纳自杀殿下基于西蒙和国阵已达成协议,组成多数议席政府,因此预准国阵西蒙组成政府,沙拉尼为新任大臣,于今天内进行宣示仪式。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收看2022年11月21日的东方大马头条,我是杰宜。 Eco World Eden by the Park Residences附价式公寓,月供只需2070例几起。 在接获各党党魁的申请后,国家元首决定将组建新政府和第十任首相人选的法定宣示书重交日期,延至11月22日下午20。 国阵兼巫统主席纳都斯里·阿莫扎西指出,国阵要求推迟提成国阵议员法定宣示书,以便国阵与其他阵营谈判结盟,共组新政府。 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宣布,在沙政党联盟和沙巴人民联盟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下,他拥有足够的国会议员支持,并能获国家元首委任为我国第十任首相。 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表示,目前看守政府还在运行中,人民因耐心等候最新发展。 国盟总秘书纳都斯里·韩沙塞努丁指出,国盟已向国家皇宫,成交国会议员,支持丹斯里·慕尤丁任相的法定宣示书,以便国家元首委任慕尤丁为第十任首相。 他表示,国盟所提成的国会议员法定宣示书超过一百一十二个,这是联邦宪法第四十三条文规定,委任首相所需的多数国会议员信任数目。 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重申,国盟已达到简单多数议席,法定宣示书已提成至国家皇宫,并等待国家皇宫做出宣布。 西蒙主席丹斯里·安华指出,对今早与国阵领袖举行的会议进展感到满意。 他表示,虽然国阵还需要一些时间以进行内部谈判,以便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他对组成联合政府的目标感到乐观。 有网民在11月20日起在网站发起联合请愿书,要求让西蒙主席安华担任大马第十任首相。 截至今日下午3点30分,该请愿书已突破15万人签署。 霹雳州王室发言人安努亚再尼表示,霹雳苏丹纳兹沙殿下基于西蒙和国阵已达成协议,组成多数议席政府, 且国盟没有异议,因此预准国阵西蒙组成政府,沙拉尼为新任大臣,于今天内进行宣誓仪式。 他也表示,殿下今天已传召国盟代表,即一党霹雳州主席拉兹曼和土团党州秘书赛诺览见, 他们承认没有多数议席,且对沙拉尼为国阵西蒙提出唯一大臣人选,没有异议。 西蒙与国阵已经达致协议,在霹雳与彭亨两州组成联合州政府。 玻璃市方面,国盟赢得15席中的14席,单独执政。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一起来关注国内大小事,我们待会见。